新年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貼輝春 但是現在的輝春多數都是印刷出來 有些還用塑膠做的 但是以前的輝春是用筆寫紅紙上面的 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字呢? 沒錯,就是複字了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人都把複字倒轉來貼? 難道我們不懂得這個字? 當然不是,是因為倒轉的倒字和到達的倒字差不多 把複字倒轉來貼,即是複倒、複倒、複倒 讀起來就好像複倒、複倒、複倒的意思 那二頭是不是好很多呢? 我們過年的時候就喜歡貼輝春 但是中國北方人就喜歡貼窗花 窗花,即是剪紙 在過年的時候,北方人就會用紙 剪出各式各樣的圖案 剪好之後就會貼在窗上 所以又叫窗花了 大家是不是覺得窗花很漂亮呢? 除了貼、對戀、複製和揮春之外 過年的時候很多人喜歡買蓮花 來佈置的家 是的,買蓮花當然可以去花圃或蓮銷市場 就像這樣 馬蹄蘭 秋茅丹 葉茅丹 雞冠 玫瑰 是 菊花 哇,大家看到這麼多花 是不是有花光眼鏈 不知道買什麼花的感覺呢? 由於現在人工作忙碌的關係 很少人自己做賀年食品 多數都是買的 但是說到賀年食品 當然不少年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跟年糕的名字有關 年糕的糕和步步高升的糕同音 所以大家希望吃了年糕 就可以年年糕升了 除了名字很有意頭之外 年糕的味道也不錯 中國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年糕 包括有餡和甜 而且吃法也不僅是蒸和煎 還可以炒 上海的炒年糕就是一道有名的菜式 在北方過年的時候 人們喜歡吃餃子 我們在包餃子的時候 就會喜歡加點硬幣、糖 或者花生來做餡 如果你吃到硬幣的話 就象徵新年發財 如果你們吃到糖的話 就象徵日子甜味 而你吃到花生的話 就象徵長壽健康 其實過年的時候 很多雜族都很有意思 例如這個隨直的夜晚 吃這個年夜飯 就是讓一家人有機會 可以團聚一下 年夜飯又叫團年飯 所以要等齊人才可以開飯 經過一年的新爐 大家開開心心地坐在一起吃飯 共聚天倫 你說多有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吃團年飯的時候 就一定有魚的 因為魚的讀音 跟多餘的魚字一樣 所以吃團年飯的時候 就一定要有魚 象徵著年年有魚 嗯 對了 你爸爸媽媽 有沒有把利事放在你枕頭底 有啊 那封利事叫壓碎錢 因為壓碎 聽起來好像壓爛東西壓碎 那意思 就是說 在舊的一年裡 把不好的東西壓爛它 壓碎它來迎接生的一年 哇 喂喂喂 香港是不准燒炮獎的 嗯 這次是炮獎來的 哈哈哈哈 哇 炮獄一聲 除夠碎 頭腐脈毛巾新年 公祝大家 身體健康 聰明伶俐 學業進步 恭喜發財 利事鬥了 利事嗎 好啦 那你三個呢 乖乖的 謝謝 嗯 講到過年呢 我就最喜歡拜年了 因為除了可以去街外 還可以鬥利事 唉不少得你那份的 唉不少得你那份的